然後董事長說因為時間很趕 所以都沒有簽約就寫了 書寫好了之後那照理講 黃光琴他是著作人 版稅應該是給他的 但是黃光琴說 韓家那邊說要跟他們簽 韓家要跟他們簽 要跟韓家簽 那出版之後說那既然你讓 要讓給他們那就去跟韓家簽 所以韓家就跟他簽了 那簽了之後事實上賣到3萬本沒有錯 所以黃光琴他講還有150萬可以拿 這是40% 但是其實他沒有拿那麼多 因為版稅是先拿一半的 本來版稅都是只有最高15% 就他們家要21% 後來降到16% 那麼他們其實 雖然是3萬本應該給1萬5千本 他們硬要2萬本 所以要了100萬 那扣掉給黃光琴20萬 再扣掉他們稅還有補充健保 70多萬那是40 所以他們雙方都沒有錯 但是這個時候他才發現 說我這筆錢被人家知道 因為這是黃光琴的心血 所以他說他要捐出來 如果黃光琴不說 他就不會捐出來了 現在不得不捐了 但是更要緊說大家要了解 所謂著作權 我寫的書就是我的著作權 即使是每個字都是你小君 念給我聽的 那也是我的權利 何況那本書也不只是韓國瑜 一個人口述 包括還有其他的採訪 所以著作人著作權絕對是黃光琴的 那黃光琴他的著作財產權 就是版稅 版稅就說好200塊 版稅16%就一本32塊 那就是賣多少本 你就收多少本 你讓給韓國瑜了 沒有話說 但是著作人格權能還是屬於你本人的 所以這還是我黃光琴的書 那換句話說 可是韓家翻臉不認人說 是我們請他當寫手的 這絕對不是事實 這個我非常的清楚 絕對不是事實 而且他們還要求海外的版權跟電子書的版權 但是因為其實韓家在跟出版社簽約的時候 並沒有簽這兩個權利 所以這兩個權利是屬於黃光琴的 他們還要把它搶過去 他們貪不貪財 你從這個地方看就了解